What make me feel of a simple way 也不用利用到冰淇淋机哦 到底要如何免冻火 免用冰淇淋机 做出好吃的香草冰淇淋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我们首先来备料 我们准备的有鲜奶油 500公克 煉乳的部分 我取用250公克 大概就是一半的份量 不喜欢太甜的朋友 可以自行减少煉乳的份量 最后我们加入的是 自制的香草精 需要学习如何自制的 请参考我另外一部影音 喜爱香草籽 视觉效果的朋友 也可以取一根的香草夹 取籽的部分 来取代香草精哦 我们先将鲜奶油 打发到比较稳定的状态下 再加入香草精 香草籽或者是煉乳 鲜奶油当中什么都不用加 我们就直接开始打发 记得要保持冰冷的状态哦 如何正确的打发鲜奶油 请参考我另外一部视频 首先我们将鲜奶油 打发至五分发左右的状态 也就是用搅拌器划过 会产生纹路不会消失 摇起会滴落的状态 接下来我们加入 自制的香草精树滴 喜欢香气浓郁的朋友 可以多加一些 当然喜欢天然香草籽的朋友 也可以使用天然的香草夹 取紫的部分 但是就划算的程度来说 还是用自制的香草精 比较划算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打发它 到八到九分发就可以咯 如果担心鲜奶油 打发时会飞溅的朋友 可以一致洗水槽中打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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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